各位主持, 各位主持, 各位主持 各位主持, 各位主持 神秘姐, 恭喜大家, 恭喜發財 我祝大家龍馬精神, 豬連興旺 我再恭喜大家, 豬連發過豬台 2019年新春大吉, 金豬滿門 大家發過豬連財, 好的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恭喜各位豬連順水 豬龍入水 豬樹大吉 各位豬原順水 恭喜… 恭喜你, 否釋政治 幾個月, 第一次英文參與同一見面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 很長, 很長什麼日子 不是, 之前有人頂了, 頂了, 頂了, 不頂了 其實這個我們都要檢討 因為這個節目是不可以停太久的 這個是必然的 看見我, 大家安樂 其實我也打算倒閉 幸好兩場表演都爆棚 收回夠錢, 可以頂著雞頭 準備倒閉 你以為真是做網徒很趕 聲勢力揭, 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會短命一點 聲音都沒有 你現在經營一個網台 其實很困難的 尤其是我們節目多 你又要有控制員等等 那些全部都是man power 當然, 你要看一個效果 我們又不是希望 網台賺錢 如果要找一個網台賺錢 不如做其他事情 基本上賺不到錢 大家都知道, 除非你騙錢 你夠膽說狗, 狗仔隊 臭了一百九十萬 然後甚麼事都沒有做過 代領了一百九十萬 然後不用被告告你欺詐 可以逍遙法外 那當然可以 我還要慢慢跟你計算 你批判我, 你就肯死 二十幾萬, 有單有據 你甚麼事都沒有做過 我保采官抓你了 梁公婆 我告訴你 你批判我 我真的做的, 不是開玩笑 我問過那些律師 這個簡直是詐欺 那你網台要詐欺 那些人不可以 當作支持你 那你支持你 你做甚麼事才行 你是一個政黨 我支持你 那你又說 我做了很多地區工作 我又準備要選舉 為民請命 那你去收人錢 那你做一個道理 又不用報稅 對嗎 那你支持你甚麼事 譬如叫你網台給別人付錢 那我有節目給你看 你就要付錢 應份就 對嗎 就這樣解釋 我們不會騙錢 你心甘情願給 不想給那些 已經是爛爛春袋了 對吧 所以 我又不想去搞詐欺 你那些人是去搞詐欺 騙人的錢 那我越做就越火滾 你還要騙我 我單單打一打 你真是吃糟糕了 你夫妻 對吧 你快死吧 幾十歲人 你不要前途光明 你和老爺在那裡鬥發 我還沒跟你計算 我告訴你 以前給了那些 因為是屬於公事 選舉甚麼 我給了他多少錢 我都不會後悔 對吧 包括每個月給三萬元 我也不會覺得 後悔品質 對吧 一件就還一件 在那個時空間 我就要掏這些錢 沒辦法 你反骨 你反骨也是那些小事 你反骨 都會反骨 對吧 但是你真是欺詐 你真是 二十二萬有單有據 你來找我 你不要叫我 捐錢給你 搞這個狗仔隊 你做過甚麼 你笑咬我都不要緊 老人渣也好 你陳四這個狗仔隊 是吧 都沒有所謂 是顯得你混蛋 你遲早也會混蛋 對吧 但是你這些是屬於 你老母是欺騙 對吧 我就一定跟你計算 本來我個人沒有 我沒有記性的 我吊完就不記得了 但是我吊你老母 你有空 你又提醒我 最慘就是 是吧 你有空 你有空 你不就馬上提醒我 對吧 你到處有人抽我水 怎麼會停在網台上 這些傻人成班 無名無姓那些 我吊你了 我永遠不會跟你 這些無名無姓 在那裡吵架 對吧 現在不會跟你吵架 你吊你了 你沒有資格 讓我和你吵 但是你鄭松泰 有個公職 我一定會動你 我告訴你 你選舉 我不搞你了 我無所謂都可以 我告訴你 對吧 因為你是公職 你用的是公帑 對不對 我當然要監察你了 你這種傻人 無名無姓 我就和你算是私人恩怨 我告訴你 對吧 所以有時候做一做 我現在是捱你了 對吧 我不做 我很舒服 不做 我慢慢和你算 你真的有點頭癢 我告訴你 你了 不要說笑 你不要以為很可愛 對吧 我們這個節目 因為過年 我們這些人很懶惰 有很多種原因 停了兩三個星期 我自己都覺得很慚愧 這裏就要跟很多支持我們的朋友 說對不起 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做的 對吧 但是沒辦法 一個人 你不能剁開九輪 對吧 那就這麼簡單 對吧 其實一個年前 我也是打算撿了這個台 我現在告訴你 不怕了 我要做其他事情 我懶惰你了 我休息一下 甚麼都好 對吧 因為開始覺得是毫無意義 不是 你的人給不給錢支持 交不交台費的問題 而是懶惰你 香港現在這個局面 你說甚麼呢 對吧 喂 你批評一些所謂民主派 但是又被人說收共產黨錢 對吧 還有那些懶惰你了 喂 這裏又說支持民主 那裏你就在這裏 你了 專門在這裏搞咎我們 對吧 那你搞不到 但是你這種動機 很難破 從你這種人的做法 你就看到 喂 靠你們這班人 去爭取香港的民主自由 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 你了 真的如目求如 對吧 那你有甚麼人 剩下那班坐牢的人 還有現在這班年輕人 對吧 那些大學生 對吧 很難無奈的那些人 我今天吃下午的時候 和兩個都算是 比較溫和中立的人 他們都覺得香港 本來就很難信奉 一國兩制的人 都覺得香港沒有得救 幸好我住在九龍 沒有大家就是這樣的心態 你看到林鄭月娥這個政府 其實是真的 由董建華曾任權 梁振英 梁振英到林鄭月娥 現在竟然回頭看 最好的那個是董建華 不過他那時候撞到你了 經濟又沙士又激 你管我弄得他 對吧 他也想起八萬五 對吧 真的這樣 你罵我這個混蛋 你現在跟這幾個一比 你就發覺原來這個才是 那時候他真的不理會 比陳方安生 一個人差一點 你明白嗎 有一段時間是 因為搞搞下 你懂陳不和 其實大家 一個是公務員 出身的 要講效率的 一個是商家 就是共產黨信他 他就找一個商人 做第一任務的特首 就是這樣 對吧 就是 大家的互動 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對吧 好了 搞到陳安權了 這個又是公務員 再來 梁振英 這個混蛋 這個真是搞得到 香港散了 有些人認為 當時DQ糧油的意思 就是這個共產黨的意思 但是你看看整件事的脈絡 是誰要起的 就是梁振英 你為何要去 入稟法院司法覆核 梁仲恆和尤慧晶 那個議員的資格 然後釋法 釋法又不是法院 情請人大釋法的 有些人就告訴我 那些資內情的人 其實那個釋法的行為 和梁振英的行為 你說他各自是一個獨立的行為 也可以 但是可以說 就是因為 北京覺得 你去罵你 行政機關去DQ 這個在法理上 憲制上 可能的問題大 如果讓你去DQ 即是你去法院申請 那法庭究竟判 未必贏 未必贏 對嗎 而且 是違反了香港的 所謂憲政的體制 大哥 因為那個人 一定要釋法才可以 不是法院 可能不敢判 到你釋法後 就被迫著 你無法選擇 對嗎 因為法律位階 就是人大的釋法 高於香港的法律 變成法院不用揹揹 法院不用揹揹揹 所以梁振英 其實不能連任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因為你想好 自把自圍 是不是 有些人幫他解釋 就是他可能 請示過中央 是吧 但是我現在聽聽 我綜合了很多人 跟我說了背景 之後我發覺 這個也是糟糕 好了 接著 在施政報告上 會點這個學院名 然後針對這個 所謂一個不存在的敵人 製造一個不存在的敵人來攻擊 接著就增加自己的所謂 政治本錢 政治本錢 到最後都是落空 你還是不能連任 所以香港的政治 你不只是看本地的政治 你要對整個共產黨的運作 和他的思維方式 是吧 智港的所謂謀略 你真的要知道才行 不只是讓你那些人 拆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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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現在一步步來 對 我當你說得對 一步步來 你怎樣 你怎樣 你告訴我 他就逐步逐步 他就逐步逐步 不簡單 他一步步逐步 他一步步逐步 有些事情我們都沒有必要在這裡再說 對於民主派 這些作為 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 你說多一千次黃毓民收共產黨錢 搞散你民主派 都是已經沒有用的了 現在一罵你民主派的人 就不只是黃毓民了 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訴大家 幾乎大部分 有些認識的年輕人 都不會投你民主派票的 我現在告訴你 你就繼續去找老診 繼續去找笨賊 我今天收到一個 今天是情人節 我收到一個這樣的訊息 我又轉發給一些人 這真是很有意思 我不是這句話 我不是用來講情人節 他說 問世間情為何物 其實都是找笨賊 兩情若是長久時 洗溝送花送禮物 這個真是 那些女人當然不合聽 怎麼自己不敢說 大哥說出來 那些女人不敢說 那些女人不敢說 那怎麼說什麼 那些男士應該要發給 你心儀的女士或者女朋友 大家在這裡做圖 然後轉發 通世界都收到 現在情人節 什麼 Happy Valentine's Day 不是送給你的女兒 送給你的兒子也可以 送給你的兒子也可以 送給很多人也可以 今天是情人節 大家開心一點 就是這樣 這個最好就是送給你的情人 或者你老婆也送給他 問世間情為何物 其實都是找笨賊 兩情若慈久長時 洗溝送花送禮物 這個要用來做 做標題 但我不是用這個 我又不是說情人節 他這個當然是意思 就是說 你男女的感情 就不是要有這些節日 送花送禮物 其實這個說法 就未必是對的 你剛剛混合那些 當然要送花送禮物 你還沒混合到 漢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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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 那些人經常會說 我結婚後 你買雜花四千元 他老婆說 你給我四千元 那樣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買花 情人節送給我老婆 是甚麼時候 結婚後很久 然後我小孩子提醒我 那些情人節都不送花 那是嗎 要送花 就去買花 八九 我怎麼搞錯 買雜花八九 我最記得 一千零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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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想說的 就不是說情人節 我想問一下你的台長 有甚麼寓意 如果不說情人節 不說情人節有甚麼寓意 這個有甚麼寓意 這個很簡單 剛才我們提到韓唐 韓唐當年做的比喻 就是你共產黨未上台之前 就好像你當時炮女 甚麼叫炮女 炮女 炮女 甜言蜜語 很新 對 他沒有舉過具體例子 但實際上是有的 就是一本書叫做《歷史的先聲》 我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登了當年 《新華日報》 就是共產黨在重慶的喉舌 當他還是反對黨的時候 當他還是在國民黨打壓的情況之下 他就說一當專政是有問題的 將來中國要行民主的 有了民主的話 中國就會富強起來了 要求國民黨環政與民結束一當專政 當年毛澤東在《新華日報》寫了文章 說甚麼呢 就是說民主憲政是最重要的 這些文章就在《歷史的先聲》這本書裡 就全部編輯了 那比喻是甚麼呢 就是我不是啦 我肯定不是啦 我從來講話都是 我們現在轉了時間 每二十分鐘就休息了